固执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都特别喜欢的 男的呢 看他会沉默 女的看完会流泪的那种啊 你懂我意思吗 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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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书啊 那不就啥也没有呢 我不买了 等等 这本一定对你的口味 甚至会提升你的品位 真的假的 不适合在这里打开 不适合在这里打开 成交 介绍女同学啊 可怜 快点 这也行 他要看完 肯定会来找你 等他再回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北京了 学习娱乐 必备好书 娱乐娱乐 必备好书 什么都有 快过来看一看 瞧一瞧 一共九百五十六块 连去北京的路费都不够 为了攒钱 我也许久没有吃过早午饭了 我的书 也没卖出去几本 现在这些人的文学品位 真的是太差了 我和易飞天天站在大太阳底下 发传单 传单没发出去几张 人都快中暑了 要不 我不去了吧 反正我妈也不让我去 怎么就不去了 就你一个人打堆糖果 大家都没说不去呢 那我这不是为了你们省钱吗 天哪 这天要亡我呀 怎么了 本来如果我能得到门票 我爸没做易心润 还能自治我一下 可刚刚燕姿粉丝群的群主跟我说 我演唱会的门票 被人给占了 怎么又有那么多有钱人啊 我天哪 这其实吧 我爸妈上个月 给我留了一大笔生活费 我这这么丑都没电话呢 易总 所以怎么说 所以我想了一下 反正也是闲着也是闲着 去一趟北京也不错 看你们这么穷会潦倒的 资助一下你们也可以吧 虽然凑不够路费 所以先买张门票还是可以的 好 好了 我决定了 咱们每个人必须都去北京 这是咱们第一次集体离开航天城 犹犹豫豫豫 永远干不了大事 没错 我决定了 蒋亦 庄远 你们两个陪我去会会那个 占我门票的人 出钱还得出力啊 你就是那个 四十五度角的优商 你就是那个 向日葵的樊高 不不不 是樊高的向日葵 怎么说 听说 你想要抢走我的票 怎么就成你的了 你又没付钱 我现在又定了 你愿意愿意也没付钱啊 我马上就凑过去了 好了好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 只有一张票了 你们两边商量一下 看怎么办 第一局现在开始 问燕姿的第一次公开演出是什么时候 两千年香港拉阔演唱会 错 是十岁的时候在他们班的第一次公开演出 脸欢晚会上 好 问天黑请闭眼还有真心话大冒险 燕姿不会玩哪个 请 这些话大冒险 蹭蹭蹭 为什么 因为在她那首歌 《星期一天地情》里面 燕姿曾经唱过 我不喜欢这种推理的游戏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 拼搭 黄英子得一分 容易 容易 再来 第二轮 猜歌词环节 孙燕姿我怀念的第十八句是什么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我怀念的是争吵 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 黄英子得一分 容易 容易 好 下面进行升级环节 你来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表面 我 我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我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我 我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好了好了 听不下去了 半斤八两 这一局勉强黄英子胜了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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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三局 最后一轮 你来 问 燕姿在大学时候的乐队叫什么名字 你这不行啊 你耍赖 怎么耍赖了 有的人说是塑胶圈 有的人说是第六宿舍 这是燕姿的时代未解之谜 你怎么能说出来呢 你答不出来就说答不出来 你输了 我怎么答不出来了 我 塑胶圈 你顶自己啊 接着下一个问题 经过N轮比赛 黄英子胜利 你啊 姐姐 我姐姐 那这个地方给我了 等一下 你又想干吗 我要加钱 我加一百 不 我这是五百 我都加了 必死 你觉得燕姿的爱 是可以用这些金钱来衡量的吗 我会用这笔钱继续支持燕姿新专辑的哈 我会用这笔钱继续支持燕姿新专辑的哈 建灵君的 couples生硬 Expl cos you are 你子從無 donated 你都能不是由No buc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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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妈呀 难受 你看看你这孩子 那不能把自己饿坏了呀 攒钱也没你这个攒法的 你妈给你熬了你最爱吃的 赤豆汤圆 先垫垫肚子 一会儿想吃什么跟爸妈说 你看你这小脸都没血色了 我识不懂 我这心里困唠唠的 爸 妈 你们就行行好 可怜可怜我吧 你还想着你那演唱会 就赞助我这一次 我保证 我发誓 做的以后我好好吃饭 好好上学 我再也不喘祸了 好 好吃饭 好好学习 那都是你应该做的 你怎么能跟爸妈谈条件呢 好 不吃拉倒 把那圆子留给我呗 你把那圆子留下呀 我难受 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 你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 你饿死了你 真是个狠心的女儿 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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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外婆 快吃吧 来 慢点吃慢点吃 别噎着 国里有的事呢 你说你这个孩子 你就算为了去北京吧 你也不能把身体弄快了 我这次去不了北京了 没靠上钱 外婆知道 你们这些孩子啊 最近为了攒钱不容易 尤其是一飞 不想用我钱还瞒着 你以为我看不着吗 没有 外婆 没有 没有 行了 不用费劲了 外婆呀 请你们去北京 咱们这个店的生意可好了 我老有钱了 其实啊 我早想出去走走 可是我的腿动不了了 你们就替我出去走走看看 回来的时候呢 把外面的世界呀 把见闻告诉我 那这样啊 外婆 也就算啊 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不行 外婆 我们不能要您的钱 不给我面子是不是啊 白疼你了 不行 外婆 不 我真的不能要您的钱 我真的不能要您的钱 喂 女子 咱们就拿着吧 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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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没事 你就能不能要您的钱 别闻了 滚了 没什么不好 是 他们要是决定了出去走走 倒是挺好的 要我说吧 不是有句话说 读万全书不如新冠礼物吗 孩子们好好读书很重要 但是 出去见见世面也挺好的 我觉得 就让他们出去看看吧 行 那就这么定了 让他们去 但是外婆的钱 咱一分都不能读 对对对 孩子们路费咱们讲好 那没问题 那 住许我们负责 那 饭钱我出 别呀 你们都出了 那我呢 老关 要不这样 钱你就不用出了 但是你得帮个忙 什么 孩子们不在 周末馄饨店肯定忙不开 就派你去给外婆帮忙 我看行 你们都安排明白了是吧 行 是吧 来来 好好好 来来来 开挫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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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玉啊 我听许红说你们要去北京 没 没有啊 一千块钱 好不容易出趟远门 该吃吃 该喝喝 别亏待自己了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这一千五百块钱 你带着 这么多吗 穷家富入 到了北京 想吃什么想买什么 咱们家请 别舍不着花钱 谢谢妈 你这怎么买的是硬座的 不是告诉你买空调软卧呢 这孩子们得多累啊 我这个卧铺票它只有五张 你 你说那落单一个多可怜呀 你 你说那落单一个多可怜呀 那不 你让谁去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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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吧 为什么 你们去北京都有事做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我跟着你们就行了 别呀 你不要去看演唱会嘛 再说你都有钱了 闲是有了 我演唱会门票没抢着 卖光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时候我从电脑上看就行了 省得去现场人挤人的 还 还麻烦 好吧 那我这正好搞了两张票 你不要 我就留给别人 你怎么搞到的 二手网站上买了呗 不过算了 反正你也不想去 一张我就留给自己 一张我就留给别人 咱俩这层的关系 送给别人不如送给我 你不是不想去吗 我帮你捡一个月的作业 再见 两个月 一言为定 成交 朋友们 为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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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为你 开天啤啤 流动中的 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 欢迎你 在黄土地 舍心 去旧 去旧 岳飞帮我们俩排上这儿 好 果然去北京的路上 都觉得特别美 果然去北京的路上 你们去北京以后 打算怎么安排 我想好了 我准备一下车 先去吃烤鸭 我查过了 我查过了 前面那家店是第一家店 最大最老 咱们就去钱买 好 可以 我听说那个国家大计刃 也得钱吗 我也想去 可以 那咱们就先去国家大计刃 再去酱茶 可以 咱们呀还是直接去演唱会吧 不行 我们得先去吃烤鸭 如煮铜锅涮肉 试完以后咱们再去玩 去故宫后 海龙副景 都转一圈 要去你自己去啊 你多分了 别呀 我还得买那个奥运符拔呢 很多地方都抢不到了 你难道不想跟我一起成为 全航天城 第一个拥有 奥运符拔的幸运儿吗 能不能有点出息 这还没住航天城 就是 这不马上就到北京了吗 我提前兴奋一下不行 你穿这个皮夹克是什么鬼啊 干吗 这我爹的 怎么样 有没有一点 郭福城的感觉 那怎么没看出来 你要去北京算命啊 我 我 我试带一下 他还给人干吗呢 不 还是我最适合 那我给你盘盘盘 你这是要穿着燕姿去吃烤鸭呀 怎么了 这可是我花了三天的呢 来 蒋衣 把昨天排练的给他们晾一下 这也有 三 二 一 快 乐 无极限 验丝 永不变 变 你这发挥的是什么呀 昨天明天不是这么排的 反正我觉得我们今天都特别美 特别帅 那我们来合张一吧 好好 等一下 合影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收个口号 嗯 北京欢迎你 不好意思啊 你们的假票进不了 怎么可能 我们这都是加价买的好不好 对啊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真的不好意思进不了 看来北京一点都不欢迎我 对啊 通通啊 你知道吗 不行 不是你说的吗 像像 走快走 你高价买的票 我哪能想到这儿 二手网站是个骗子 你你是骗子 你你是骗子 你才是骗子 你不配拿我骞子的灯泡 你换你演唱会 你换你骞子 你换你 换你 换你 姐姐姐姐 您在 吵什么啊 这是怎么了 你们俩吵什么呀 大老板就听见了 你们俩不会迟到了吧 硬子 真没事 要是迟到了 我跟保安大哥说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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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忙忙忙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买这片是假的 假的 我觉得啊 里面也就那么回事 人那么多 人几人多危险呀 还是外边好 是不是 就是 你看 他们唱歌跟我们当背景婴 我们还能看着北京的夜景 多好呀 庄演说得对 这万一里面有一个人 有胡扯怎么办 我对手打你 错了 错了 可我就是为难过嘛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十八岁前 看一次艳姿的演唱会 可是这次都没有看成 我总觉得我青春 就这么遗憾地度过了 你们没觉得 我们能走出航天城这件事 本来就很青春吗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我第一次出航天城 我觉得我可以独立了 是 我没想到 我爸我妈没有阻拦我 还支持了我 那你说以后他们 会不会就不管我呀 是啊 以我爸那性格呀 根本不可能放我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外婆最厉害的 外婆罪 外婆 Prince 外婆罪 别不开心了 我原谅你了 你来北京就没有什么感想吗 你来北京就没有什么感想吗 反正就以后要是听到孙燕姿的歌 都会想到这次想到你们几个了 其实我也是 虽然没能看成燕姿的演唱会 但是我觉得 只要我们几个能在一起 这就足够了 至于燕姿的演唱会嘛 以后肯定有的是机会 你就放心吧 等我长大以后啊 我就想孙燕姿到你跟前唱 到你家门口唱 快牛了你 信你个鬼哦 厉害 开场了 开场了 就想说我感到我的爱 我在畅畅将你摸着 把爱都所举着 天中的眼睛 更像太直落落 来 把手举起来 虽然演唱会没有看成 但那是我们第一次 一起走出航天城 第一次来到北京 那时候 我们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大 足够我们花一生的时间 去闯荡 虽然最后演唱会没有听成 但青春如果没有遗憾 那该有多遗憾呢 就像后来我们之间 发生了很多事情一样 误解 矛盾 争吵 失去 还有生死离别 现在想来 都成为了我们青春的一部分 让我们用之后的漫长岁月 去怀念 在地走 谁忘了看着我 谁让爱变其妆 谁忘了 航天城可真美啊 是啊 咱们呀就是在外面待太久了 但是只要一回来才会发现 航天城咱是最美的 你记得那地儿吗 以前是卖油塘鸭的 现在怎么都没了呀 当然记得了 你说咱们天天在外面排大长队 我买不着 你都不让我去你家蹭饭 也不知道卖油塘鸭那大爷搬哪儿去了 恐怕以后也吃不到了 他们那时候 还有两只小猫 咱们还天天喂他们呢 有一个鼻子上有个疤 还有一个腿上有点瘸 是母子俩 不过后来那只小猫走丢了 那只老猫就一直在那儿 等着那个小猫 一直不肯走 那后来呢 等着了吗 后来老猫也不见了 他们说老猫年纪太大了 已经十五岁了 等不到了 没事 虽然有很多东西都变了 但只剩我们还在一块儿吧 剩下的时间 咱们就好好备备外婆吧 外婆这是旅行还是搬家 怎么都把床单被褥给带上 老人家这一辈子呀 没出过什么远门 她在日本住的习惯 还有这泡菜 爱吃也不用带这么多吧 外婆想一下 想家的时候 至少还能想起家的味道 行吧 快点吃了 来吧 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那我先搬车上 你们快点啊 好 外婆 外婆 咱们马上就出发了 怎么买的新衣服还没有换上呢 算了 我哪儿也不去 怎么都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不是一直想出航天城去看看吗 这车都准备好了 你看看 我这馄饨店呢 开了几十年了 你们有这份心 已经够了 我这把老骨头 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人家都说落叶归根 我怕 我怕 我怕了 这一条路 我没人家做了 我怕是 你这一条路 我怕了 我怕你不离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记得吗 小的时候 你听完我 不愿意回家 就跑到魂店店陪我 雨呆呆很晚 那时的天空啊 有好多的星星 我们俩 就这样 看着星星 你总是让我唱这首歌 记得 你最愿我放心不下 就是你太乖 又懂事 容易受欺负 不 外婆 我已经长大了 不要人能再欺负我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你 雨飞啊 最近我总是梦见你 梦见你啊 小的时候 一放学 跳完了我就跑来 你跟我说 你学了舞蹈 要让我看 外婆 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您什么时候想看跳舞 我就跳给您看 好吗 好 这次回来了 还走吗 不走了 我就在这儿 一直陪着您 那就好 雨飞啊 要是才有下辈子 你可别到这个家来 太辛苦了 外婆 如果有下辈子 我还想做您的孙女 那我们两个呀 都别再回这个家 一起找个好人家吧 外婆 我们继续把耳根唱完 好不好 天上的星星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萎 冷风吹 冷风吹 直到有一杯 我们的家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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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